深情告白遭遇跨界打压 经过记者媒体无数次的拍摄 以及招待到两人在海南甜蜜三天三夜 汪张恋总算是浮出水面 就差一层窗户只要捅破 11月9号在上海的演唱会上 文艺细胞发达的汪峰老师 以892子13组华丽排比 长达8分钟的长长演讲 向在台下的张子怡神经表白 一席皮酷的摇滚中原形象 顿时要满满分 台下的子怡也是感动到拼拼莫泪 由于表白值得掌声鼓励鼓励 但也别忘了擦两眼睛听听黄丽呀 当年晚上广州恒大足球队 时隔23年为中国再次夺得亚冠冠军 如果说上次输给天后还算是实力不尽 那这次汪峰老师是摆明了 站在人民的队里面 在满平衡大夺冠的消息中 汪峰的深情告白 顿时也变得不合时宜 头条梦碎 汪峰老师也只能反叹 我没那种名呀 乱也不会轮到我 大小小小小小小的